观众朋友们好感谢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我是纯丽丽琪 身边的这一位呢 然而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和平先生 今天话不多说 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跟中国和世界有关的消息 那么在今天早些时候 我们看到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 介绍了中国军队的一些情况 引起了大家注意 那么也知道现在各大媒体关注到的就是20大相关的人士 有的注意到的是人员的变动 有的注意到的是20大之后 中国可能会出现的新迹象 而有关于解放军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发展 也是国际媒体的关注焦点 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文章 首先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的军队的力量有了显著的改善 现在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竞争对手 那么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报道 人民解放军现在不仅仅是有叫做高超 超音速导弹 而美国仍在开发这一项技术 而同时中国的攻击性无人机可以使得通信网络瘫痪 特别是中国的海军舰艇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在今年夏天 我们也知道中国正式下水第三艘航空母舰 据说是在中国设计中国建造完全自主创新 现在如果是从国防预算来看的话 当然还是美国最高 但是中国是紧随其后 如果是从军队的人员数量来说呢 中国大概是二百万 而美国只有不到一百四十万 但是华尔街日报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准备是不是做好了 其中呢就特别提出了中国军队的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什么作战经验 自从一九七九年和越南发生了边境冲突以来呢 中国实际上军队没有任何在前线正式作战的这样的积累经验 也没有对于实际战争的解决方案 而美国呢在过去二十年来 不管是在伊拉克战场还是在阿富汗战场都有一些实地作战经验 而习近平在二十大开幕式上呢也特别强调了这个内容啊 叫全面加强军事训练准备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当时呢他还特别强调啊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等等等等 并认为呢是对台湾问题的又一次提及 而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报道 特别提出了中国军队可能有的几个问题 第一呢就是政治优先 在中国的新兵培训呢 百分之四十的内容都是有关于政治方面的培训 比如说有关于党的讲义和纲领 而不是真正的我们叫做军事训练 另外呢现在中国的这一代军人呢 往往是我们叫做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产物 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战斗力不足 也就是我们俗生说的啊叫做娇生惯养 另外呢中国的军事部门的联合作战能力 也被认为培训不够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啊中国的这一些我们叫做军官 或者是军人的后备部队 那么呢往往在中国的这个选拔系统中呢 不是最优秀的人才 来自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啊就特别提及 说呢在中国最好的这个叫军事方面的大学啊 叫做什么呢叫做国防科技大学 但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 它的最低录取线往往比国防大学要高出将近10%左右 这一点呢就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们知道不管是西点军校还是美国的其他军事院校 往往是能够吸引到比较好的人才 而在中国呢由于解放军没有一个完善的系统来吸引住军事 往往啊高中高中毕业生参加入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是来自偏远地方的苦孩子 那么可能呢不是真正我们理解的脑力身体啊各方面的高素质作战人才 那我就先问一下和平先生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说的有没有道理 第一中国的军事能力是接近美国的 但是解放军在培训作战方面 第一是经验不足第二是人才储备不够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释你怎么解释都可以 你可以有一百个理由列出来他厉害的不得了 你也有一百个理由列出来了他实际很糟糕 所以呢媒体吧他就是反正就找一些就是让大家注意的一个东西 原因就是因为解放军的真实的装备的高速的发展 军会的持续增长啊在这个现在的请求的尊丽的这个比较起来 解放军是跟他的经济发展是几乎是同步的 而且呢这样一个军队是党在控制 然后就所以大家又比较紧张 再加上现在的亚洲的局势啊 不管是西方也好东方也好都很焦虑啊 朝鲜的问题南海的问题台海的问题 所以解放军的问题就凸显出来 你要讲军队本身的制造力来讲 那中国今天的制造能力不亚于这个 这个二战时候的这个美国 但是呢这样一个军队确实他讲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还没有提到 就是跟美国相比不仅是没有战斗力的问题 没有战斗经历的问题 1979年之后的这个中越之战 基本上就没有打过大型的这个战争 你小心的都没有 但是他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个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前求的投射能力 你就想一想中国在非洲搞一个小小的基地 那西方都可以大喊大叫对不对 然后在很多地方没有投射基地 没有投射基地的话 他就没有前求投射能力 所以中国人民解放战还是一个趋性的一个力量 第二个就是说他还是一个政治性的力量 他跟别的政策不一样 美国就是一个存在的 你给我钱我就给你打仗对吧 我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待遇 所以你就可以来读军事院一下 美国是个资本社会 中国还是有大很浓厚的这个政治色彩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近几年的军事报道时 我们不得不警惕 就是这些军事到底要干什么 那我们看看周围 中国的大部分的边境的冲突 实际上都是采取比较平和的手段来解决 但是台海的问题令我们非常的担忧 南海的问题 虽然令我们担忧 但是毕竟实际的国家太多了 而台海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台湾本土意识增强 年轻的一代人 越来越跟中国大陆没有这个情感上的这种纠葛 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天生的台湾人 那这一点对于中国大陆增加了一种焦虑感 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中国大陆不仅是发现台湾的本身的政治生态和民心产生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西方对这个台湾的支持度在增加 增加的原因很简单嘛 一个是台湾是个民主的国家 它有一种价值上的一种一种需求来支持它 另外一个就是这是制约 这个中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棋子 甚至在某的意义来讲 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陷阱 现在全世界这个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了 主要是美国了 你要想办法去打压中国的这种崛起 打压中国的崛起通过制裁 通过这种什么这个名单 那个名单就是成效都非常有限 非常非常有限 因为主要是互相牵扯在一起 但如果能够让中共去打一下台湾 它整个体制就产生变化了 就像俄罗斯和欧洲 整个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 也有一些合作 但是它侵略了这个 这个乌克兰以后整个的 改变了 所以中国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陷阱就是 打不打台湾 如果打台湾的话 中国真的是非常危险 亚洲也非常危险 世界也非常危险 因为这将 要么你就迅速解决台湾头上算了 要么你真正打起来 很有可能就会引发一个 一个区域性的冲突 甚至引起世界的冲突 因为西方 不是西方 就是美国 他也会考虑这个问题 这也是美国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如果通过这个战争 把中国打趴下 他有这样的冒险者 有这样的战略家 有这样的利益者 所以中国政府 习近平有没有定力 他有没有真正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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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求官 有没有真正的为中国 就考虑实际上台湾问题 是一切一切问题之重 对 有人说这个 这个台湾的问题 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危险 但是何明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 就是台湾问题 有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陷阱 那么怎么样解决好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 考虑到的是 不仅仅是有能力的问题 同时也是有能力 但是也要有定力 不去这样做 让台湾问题 有一个比较顺畅的解决方式 那么说完了跟军队有关的问题 咱们再来聊一聊 现在大家更关注的问题 就是经济相关的话题 说到经济相关的话题 那么今天呢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发生 但是今天早上 我看到有一位 很严肃的一个研究者 他呢 针对中国 如果是解除清零 逐步开放 可能出现的死亡人数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估量 用的是哪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台湾 那么这一位学者呢 是一位非常可信的 公共政策研究专家 他就发现呢 这个台湾 哎 那我们知道台湾之前 也是基本采取清零这样的方式 他没有直接叫清零政策啊 那么是在中国上海封锁 对于经济造成很大的打击之后呢 那么台湾呢 基本现在呢 是逐步开放 解除了清零 现在呢 也是恢复了国际旅游 但是这一位学者就发现 台湾在从开放啊之后 一直到现在这个死亡的人数增加比例是多少呢 大概在解除清零之后呢 是翻了十倍 原来呢 大概是不到一千人左右 现在呢 大概是超过一万两千人 那么这个数字 为什么对于中国有借鉴意义呢 因为我们知道 整个这个台湾的人口结构和中国是比较相似的 老人的比例15%左右 年龄结构是比较相似的 另外呢 就是台湾的疫苗的接种率和中国大陆呢 也是有可比性的 但是台湾用的是mRNA疫苗 那么中国本土的疫苗呢 还不是mRNA疫苗啊 那么有关于中国疫苗的有效率 其实呢 坊间一直有争议和传言 但是我们姑且问好了算 中国的这个非mRNA疫苗 本土灭活疫苗 大概打三针 基本相似于一个中等层别的mRNA疫苗的水准 如果中国开放之后 那么我们叫做额外死亡数额 也与台湾相等的话 大概中国会死亡多少个人呢 这位学者给出了一个数字啊 可以说让我们觉得心里一沉 大概五个月里面要多死亡70万人 那么这个数字 中国政府到底能不能接受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二十大之后 那你说啊 这个普天同庆 结果二十大之后的五个月内 咱们多死亡了70万人 这个事情 我觉得在政治上是说不过去的 在形象上也说不过去 另外在二十大之后 如果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么啊 对于整个的这个人叫做 就盛失气氛也是一种破坏 另外我们说到 有关于这个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的问题啊 那大家呢 一直对于美国的数字说啊 之前有一种说法 说美国只要是死亡的时候 感染了新冠都算新冠死亡 实际上之后 我跟一些卫生专家了解到情况 这个数字 这个这个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当然有关于新冠死亡 各个国家的统计标准 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国别与国别之间呢 不是能够直接进行比较的 中国之前的数字是不是有隐瞒 也有很大的争议 但是似乎有一点是确定的 就是我们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借鉴台湾的经验 借鉴香港的经验 放松管制之后 的确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死亡人数的跳升 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代价到底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还是说经济的代价已经比生命的代价更大了 这一点 这个和平先生你怎么看 我们对这个北京的清零政策之所以采取非常泥烈的探索 主要是 第一 你整个的手段固有粗暴 另外就是很明显的 给人感觉 是不是有利益集团在后面的操作 这个是民众比较愤怒的地方 台湾香港或者很多地方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 相当泥烈的这种措施 但是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解释比较多 媒体可以批评 所以可以缓解一部分压力 中国是媒体控制的太厉害 专业人士讲话的声音太弱 所以大家就增加了对政府的这个执行的这个粗暴性 但实际上正如你刚才讲的 即算是西方的这些专家 我们数学模型看起来确实是有比较危险的 那么站在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的医疗条件跟台湾没办法比呀 对吧 社会的管理水平也是没办法跟这个台湾比 所以中国的这个担忧呢 是有一些道理的 但是我们之前讲过引进疫苗是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在计算这个死亡的时候 这个什么叫结的死亡 什么叫相对死亡 因为人的说明 人的生命都是有数字来计算的 现在一般算死亡叫X死亡 就是在正常的死亡之外的额外死亡 对对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孤独的控制这个清零所谓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刺身危机对不对那一样的是不是也是死亡啊对不对 所以它不仅是个经济的素质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是面临一个一个就是说不是那么好决策的一个事情 但是问题是中国政府他不得解释 所以他解释不清楚 他就解释了一个人民智商 你光就是人民智商是不够的 对但是有几步我们觉得应该是必须做到的 首先就是广泛推广mRNA疫苗 这一点目前看起来是就是百利无一害的 对 另外一点呢就是不要让清零的次生灾害超过本生灾害 本身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孕妇临产 必须要先要核酸阴性证明啊 这一些完全是我们叫做过度干涉啊 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是没必要发生的 至于中国到底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步伐 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说的 清结束清零之后会有一个自然的死亡率的攀升 另外我们要考虑到自己的疫苗没有人家好 同时中国的医疗系统还是很不健全 很多农村地区没有医疗资源的照顾 那么这个中间怎么样平衡啊 其实是考验政府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抱歉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毕竟有了一些经验 毕竟积累了这么多年 那么呢中国要像过去那样一种粗暴的 完全跟外部世界隔离的这么一种 一种防御政策肯定是会改变的 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啊 中国政府马上宣布我们清零结束了 这种时间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来出现 但是跟外界的交往啊 和甚至包括国内的这些政策 我相信在二十大之后毫无疑问的会调整 嗯嗯嗯嗯对之前呢 其实有公共卫生专家提出了一种方案 就是呢我们叫做清零啊要针对叫做我们叫做敏感人群或者是高危人群进行特别的兼顾 比如说养老院那么这一种呢本人啊本来就是这种我们叫做高危群体 针对他们进行比如说定期的核酸检测呀 对于他们进行更好的照顾 那一般的像我们这种没有原生疾病的年轻人 那该对外交流就得对外交流 该恢复正常工作就得恢复正常工作 特别是中国由于整个这个健康马系统啊 那么追踪是很发达的 这一点是很多发达国家赶不上的 所以理论上来讲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是有先天优势 当然这个优势我们叫做威权优势 所以呢理论上来讲一方面有优势 一方面呢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也积累了这么样的经验 应该是有不那么极端的清零的方法可以做得更好啊 当然到底怎么做我们这里也是空口说白话 那么未来是不是会像昨天我们向大家预告那样 会对于啊入境的隔离检疫有某一种边际上的松动 我们拭目以待